因為偽造龔如森遺囑被判囚12年的商人陳振聰 因為在獄中行為良好,扣減3分1應期,星期六出獄 曾經是亞洲女首富,華人世界第一女富豪的華貿集團前主席龔如森 在2007年4月因為卵籌癌離世 龔如森死後,當時47歲的陳振聰 聲稱持有龔如森2006年立下的遺囑 內容說他是千億王國的唯一受益人 但華貿慈善基金就說持有龔如森在2002年的遺囑 質疑陳振聰所持的遺囑是偽造,爭產案一觸即發 為了證明自己所持的遺囑是真 陳振聰在庭上公開他和龔如森的親密關係 更加在庭上播放多條兩個人的親密片段 其中一條影片,陳振聰影著穿著小鳳仙裝的小甜甜 期間陳振聰不斷讚龔如森,很美,很美,真的很美 他又說龔如森會叫他做老公豬和老公公 2010年2月,高等法院裁定陳振聰敗訴 法官南文漢說,陳振聰手上的遺囑 龔如森的簽名是假的 而見證人王永祥的簽名屬於高度偽毛 南文漢又說,06年立遺囑當日 龔如森健康狀況很差 質疑陳振聰當時為什麼不找律師協助等 陳振聰的公辭自相矛盾,不合情理 是不可信的證人 即使陳振聰公開他們兩個的親密關係 都不代表可以繼承遺產 陳振聰不服上訴 並申請上訴許可到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在2011年10月拒絕申請 陳振聰在2013年7月 因為偽造和使用假文書罪成判入獄12年 在獄中,陳振聰繼續申冤 向傳媒發信堅持增產案有疑點 去年華貿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要求法院班令陳振聰破產 說他仍然拖欠2,800萬訴訟費